大家好,我是三毛角色熊掌 最近太多人推更這個系列,所以天心的主播趕快更新給大家參考 最近剛好啦,希望大家能經過這次仙劍首領挑戰,知道該練怎樣的角色 本影片主題為台服天地劫絕角色刷碎片建議表第二期 掃右邊這個QR碼可以下載圖片 影片一樣有YT字母,記得打開觀看 想看哪個主題的,可以點選時間走跳過去看唷 首先還是說一下這張刷碎片建議表的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未提及的角色,三毛戰不推薦點 然後層級T的是推薦順序,非PVP、PVE的強度順序 簡單說就是這張表示絕角色刷碎片的順序建議,非PVP、PVE的強度表 由於強度會牽扯到PVP跟PVE兩個不同的層級 所以我會採用比較全面的方式呈現刷碎片的建議 本次更新做一個新的分層,PVE用九如塔做一個指標 PVP用流火做一個指標,給大家一個刷碎片的參考 第二個重點,刷到指定星數後天賦會質變,改善角色遊戲體驗 每隻角色的天賦都不一樣,有些角色刷到六星天賦會質變 我會大概說幾隻啦,因為上次有講過都會稍微帶過就好 第三個重點是,版本為台服的趙佑赤鍊版本,本表會持續更新 由於台服真的是特別版,下一個版本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那這次打算先更新到趙佑赤鍊這個版本 把鐵手下侯儀、方雲、三光源都給他加入進來 然後把神兵已經上線的角色也放進去評價裡面 給大家做個未來式的參考 好,那進入表格的重點 先講講我們層級梯林的角色,這邊層級梯林我更新後有兩層 第一層是台服的三幻神,分別是冰璃、曹沁、黎幽 第二層是李逍遙跟鷹無邪兩個男人,目前最全面的輸出間戰陣擁有者 在我心目中,冰璃、曹沁、黎幽、李逍遙、鷹無邪這五隻是我的Top5 他們不管是不是PVP還是PVE都有一定的良好表現 這五隻投資五內一圈開,刷滿六星是最值得的 三毛推薦給大家這五隻梯林,還不知道練誰的就練他們就對了 刷滿他們五之後再去考慮其他隻 那麼三幻神、冰璃、曹沁、黎幽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就不多說了,我就來講講李逍遙跟鷹無邪吧 李逍遙的四個特色我把它簡單打在畫面上讓大家參考 李逍遙在PVE9如塔表現良好,代美飛行也有黑科技可以用 那在PVP的增攻增傷的提高斬殺線的策略,也是讓他上場率熱門的原因 搭配未來出的劍聖、玄宇等等角色,李逍遙的輔助價值很突出 免費的李逍遙平民都可以四星起跳 台服特別版的關係,老貓大富翁可以額外拿到210碎片 所以把老貓大富翁跑完的課金大佬平均都是5到6星 三毛非常推薦大家李逍遙刷滿6星,霧內全開 李逍遙可以在天地劍再戰好幾個版本 鸚鵡血的四個特色我把它簡單打在畫面上讓大家參考 鸚鵡血在PVE基本被視作開戰爭首選,高級版寒無殺的存在 輸出方面比喻成一隻不會惡動的冰淋在使用上會比較好理解 但是他在PVP的發展就很亮眼了,除了開戰爭的用途外 天賦的反擊2格先攻,讓他有刺蝟支撐 配合天賦增傷技能增攻,視頻穿反擊頭 很容易就會反死敵軍進攻的軟皮角色 最常使用的套路就是先丟一個AOE無方劍制後 再使用大招劍絕待中,製造斷腿領域進而勝利 三毛非常推薦鸚鵡血刷滿六星,五內全開 天賦門少主何時要公布掌門跟掌門夫人是誰呢? 再來講講我們成績T0的角色 最後我這邊分成T1產客、T1輔助、T1輸出PVE項以及T1輸出PVP項 這次分類希望可以給只打PVE或者想打PVP的玩家一個更明確的刷碎片方向 搭配影片解說更明白哪隻角色適合自己 我會在各個層級裡面再詳細說明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T1坦克我放入古倫德跟趙佑 目前怒服還蠻常看到這種雙坦組合的 甚至說古倫德其實是一隻副坦、副輸出、暈眩、複合式定位 趙佑作為主坦,當前最全面的坦克,沒有人敢質疑 如果對於要刷什麼坦克還有疑慮的話 三毛這邊會推薦先刷未來開BP加神兵的古倫德 後面再抽爆趙佑 古倫德的4個特色我把它簡單打在畫面上讓大家參考 古倫德在PVE遊戲初期拖荒非常弱,但是也僅限前期而已 後期古倫德開始展現他的價值,暈眩加坦克的能力十分亮眼 後來拿來打氣淵、挑戰、浮屠城、九如塔等等都是很好的選擇 PVP更是在有競選BP模式後,ban掉超清就活過來了 加上神兵技能抗爆坦度提升,讓古倫德在流火三坦的位置其實還蠻穩定的 BP的策略意義也很高 三毛非常推薦大家如果想要練坦克的話,六星古倫德是你的好基友 趙佑台服還沒出,但是他的4個特色我也把它簡單打在畫面上讓大家參考 趙佑在PVE的用意也是開戰陣,他的火兵陣很好打成 身為比較全面的彩虹,特色就是物防防防都可以自由切換 所以大多的場合都可以派趙佑上版,改良版的蟹與黑龍 PVP的價值感更高,可以透過符定乾坤打散陣,龍影斬自己回血,燙爆光環直接打槍,一字朝等等時刻 說奶媽上場率最高的是宇小雪,坦克上場率最高的就是趙佑 三毛非常推薦大家未來趙佑一定要抽爆,練到六星 T1的輔助我放入風鈴聲跟宇小雪,這兩隻在第一期影片已經講過 還沒看過的小夥伴可以點影片內容下面的連結過去觀看唷 這邊我就不追溯啦 不過我要強調一點就是,並且說三次 先刷輸出跟坦克六星,先刷輸出跟坦克到六星,先刷輸出跟坦克到六星 輔助奶媽最後再刷 因為一隻帳號一隻坦克能帶起節奏的是六星輸出跟坦克,而不是六星輔助跟奶媽 那推薦風鈴聲跟宇小雪可以先停在四星就好 等把想練的輸出跟坦克練好六星了,再回來慢慢刷風媽跟小雪吧 別再說三毛說別刷別練宇小雪跟風鈴聲了唷 T1輸出PVE向我放入殷劍平、風寒月、慕容玄機、紫楓、諸葛艾與文拓這六隻 在我心目中,殷劍平跟風寒月還有慕容玄機才是天地劫的御三家 殷劍平有三火陣、風寒月有三冰陣、慕容玄機有三雷陣 這三隻自帶屬性戰陣必然不會落到哪裡 只是他們三個真的比較適合打PVE PVP並不是他們的主場,所以很多打流火的玩家並不會阻戀他們 我會建議這三隻至少四星打九路塔角色要有一定的練度跟血量 雷屬紫楓之前第一期說過,也不再贅述 要提的是紫楓不錯的是PVP跟PVE都可以用 搭配未來的玄宇套路還蠻好玩的 常年都是跟慕容玄機比較,我會建議要嘛紫楓四星、慕容玄機六星 要嘛就是紫楓六星、慕容玄機四星 就是兩隻挑一隻六星就好了啦 大家自己想一下,喜歡誰嘿 光鼠珠可愛的部分,毛毛至少四星工具人輔助輸出 雖然毛毛六星有質疑,但是因為大家應該都有啦 六星李逍遙跟高星的李尼鳳 所以毛毛就沒有那麼硬性要求要六星輸出 三毛建議符合我上述的玩家 可以先去刷別隻輸出、刷天地劫玉三家都好啦 建議刷碎片的順序做個調整 把四星毛毛當著九路塔的工具人 加工、傳送都可以有黑工、黑科技打法 火屬宇倫拓的部分,跟竹格戴一樣 至少四星工具人燒地板 由於宇倫拓六星才有質變三回合地板 如果只是純打PVE的玩家,可以四星就好 五星的意義不大,六星要刷很久 只是要燒地板不用刷到滿星 未來九路塔有些關卡可以用坦克加小雪加宇倫拓 逃課燒過去啦 至於泰師PVP目前有點尷尬 上場率極減 建議刷碎片的順序做個調整 T1輸出的PVE綜合結論建議順序 三毛覺得這一層的理想值建議是這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天地劫玉三家、陰劍平、豐海苑、木龍拳機 可以平均拉到五到六星 至少要四星 那紫楓跟木龍玄機 選一隻刷到六星就好了 另一隻可以維持在四星 蘇格艾跟宇文拓這兩隻可以維持四星當個工具 這次仙劍首領挑戰就還蠻明顯的 就是木龍玄機、紫楓、風寒月 這三個人的表現非常優異 T1的莽隊PVP綜合結論建議順序 PVP就是刷六星 當最上面的Top5的T0都刷完了 我會建議想打PVP盲隊的玩家 接著這樣刷好 林月如大於夜明龍、大於劍邪、大於癡電、大於黃蜂神 這層的優先順序如上,大家可以自己調整 林月如目前PVP的表現十分良好 BP把潮清BAN掉後基本上沒煩惱 在盲隊的六星價值感 我覺得是首當其衝的 衝高係數、打高傷害、暴擊爽快感 那這邊還是要提醒林月如比較適合打PVP 夜明龍在開放65等上限跟神兵技能後 整個大凡神、斬殺線提高很多 以及大環境影響、盒子一堆冰屬性角色、冰璃、陰巫邪等等 現在是一個很合格的過坦刺客 也有迴避機制、非常不好的應付 劍邪在開放65等上限跟神兵技能後 整個大凡神、人稱核彈劍邪、一發呼天面地 可以炸出近萬的傷害 AOE傷害天花版 那喜歡打AOE的絕對不能錯過 另外自彈戰陣的特性 6星的價值感也很高 刺鍊是跟趙佑同一匙的副產品 通常抽高趙佑就會有高星的刺鍊 算是一個很中規中矩的刺客 但是沒有小狐狸那麼誇張的痛 所以刷新的順序建議排後面一點點 目前冰屬性的最佳選擇刺客 皇甫陣之前有介紹過,價值感就是四回合神略跟惡動破陣 通高星固然不錯,但是前面幾隻輸出的提升比較重要 所以刷新的順序比起前面來說 三師兄擺的比較後面,可以當個工具人 T1龜隊PVP綜合結論建議順序 PVP就是刷6星,這個再說一次 當最上面的T5T0都刷完 我會建議要打PVP歸隊的玩家 接著這樣刷 蟹魚、大魚、夏侯魚、大魚、丹陰大魚、鐵手下魚、大魚、韓千秋 這層的優先順序如上,大家可以自己調整 蟹魚在開放65等上限跟神兵技能後 更加定位負面坦克 這邊要給想玩陣地戰的玩家一個概念 一定要練至少三隻六星的絕坦克 一一除外 目前流火三坦上傳率最高的就是 雙黑龍的趙佑跟蟹魚 第三隻會根據玩法不同加入不同坦克 蟹魚在開放65等上限跟神兵技能後 最主要是獲得一次復活機會 並且復活後傷害直接大增 還回血,變相成為AOE咒師 復活的特性又稱春歌 讓他流火放心跟著坦克一起走到對方面前丟柔衣 單一在開放65等上限跟神兵技能後 冥王的真正體驗價值感出來 天賦的召喚物可以當作一次性的坦克 加工增傷精療等等多功能 最後神兵的小鬼魄師王目前很強勢 只要召喚出來,風向就會轉 鐵手夏侯儀的評價目前都是拿來開戰陣丟丟AOE精療用的 有玩得好的,也有玩得爛的 不過整體來說並不是一個急迫要6星的叔叔 所以刷新的順序較後面 刷原版的夏侯儀到6星比較划算 寒劍就在開放65等上限跟神兵技能後 真正變成AOE特化刮殺雨勢 但是由於本身職業雨勢體質的問題 通常護刮殺的結果就是會被對面的AOE先砸死 刮完對面奶,對面又奶玩,很容易無事發生 所以砸AOE來說,鐵手夏侯儀的AOE比較煩一點點 T度坦克輸出輔助,這一層簡單說有兩個點 第一點,T1有更好的選擇 第二點刷到6星的價值感較低 第三點有明顯的缺點 比方說冰屬性的輸出,趙琳而有,風寒月這個上位 秦維剛的神瑞可以用李逍遙或黃斧生取代 然後太容易的暴斃的坦克非常不適合環境 比方說沒錯姐就非常怕曹青等高傷害的角色 鷹系未來會被玄宇打在地上,還有紫楓、黎幽、蘇格蘭等等宙石威脅 T2這層只會越說越難過,這邊稍微帶過就好 T0都刷到6星了,要刷誰? 我會建議,刷符合大環境,不太退環境 PVP跟PVE通吃的角色 那考量T0的5隻都刷到6星的正常情況下 大家的冰屬基本練滿無邪跟冰璃,所以要補充火屬跟雷屬 以下3隻雷屬跟火屬算是自己私心推薦的角色,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第一隻是燕明龍,PVP的刺客鬼神 PVE冰屬性關卡,也可以打出不錯的傷害 古倫德,PVP戰略意義極高 PVE的高難度關卡,也可以暈眩協助隊伍通關 第三隻是夏侯儀,PVP復活一次威脅極高 PVE復活可以做到很多種操作,下水道大翻身 以上就是這次天地劫台服絕角色刷碎片建議表第二期影片 如果你對要刷什麼角色還有疑問,非常歡迎大家來本部影片下方留言 三毛看到都會回覆唷 順便打個廣告,如果你希望三毛推出怎樣的影片或者吹更新 歡迎大家加入三毛的LINEID-SREEMO 那傳有訂閱三毛頻道的圖片給我 那我就會拉大家到三毛的黑粉群組啦 就可以在群組裡面吹更,成為毛粉,打屁哈拉囉 本次影片到這邊結束,我是三毛教徒熊長 若喜歡我的刷碎片建議影片,記得幫我數值三連起來按讚訂閱分享 想看我繼續分享其他影片,記得開啟小鈴鐺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支影片見啦,掰掰